在窄窄的墙洞里住着一窝流浪猫 发现有人靠近 它们纷纷看出脑袋好奇地打量着 三只小猫体型并不大 看起来也才刚断奶的样子 这么小就成了流浪猫真让人可怜 小奶猫眼巴巴地看着小哥 似乎在说好心人给点吃的吧 但也许是饿坏了 它张大了嘴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叫声 此时洞里还有一只胆小的缩了回去 因为长期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小猫们的体型差距也很大 这只善于搭讪的看起来最小 但它的颜值是真的高 其他小猫咪也同样长得很好看 有时候是真想不通 这么漂亮的小猫为什么会遭到主人抛弃 让它们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生活 此时想要救助小猫的寝扣666 小猫咪个个都十分可爱 看得单影都想捞一只回家养 此时猫妈妈正落寞地趴在一旁 似乎是在为没能照顾好小猫而自责 小哥抓起一只小可爱想要撸一下 但毕竟是初次见面 猫咪不免有些紧张和害怕 小家伙和猫妈妈长得很像 就像是一个拇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此时的猫妈妈像是在说帮帮他的孩子吧 好在小哥也不是空手而来 猫咪们也发现了小哥带来的猫粮 他们用笨拙的方法扒拉着口袋想要干饭 随后小哥泡了碗猫粮和肉罐头混合在一起 小猫们吃得很开心 而猫妈妈没有上前争抢 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也许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吧 令人自己挨饿也不愿意孩子受苦 此时小家伙们正大口大口地吃着 但那只小黑猫表现得有些胆小 小哥也发现他有只眼睛好像睁不开 可能是怕被嫌弃 所以他才这么地不自信吧 看着小猫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可以得知猫妈妈照顾他们有多不容易 正当小哥想要查看小黑的眼睛时 他却一溜烟躲了起来 无奈小哥又不会说喵语 只能若无其事地装作再看其他猫咪干饭 实则在悄悄注意着小黑的一举一动 但继某好像被识破了 小黑越躲越深 猫妈妈也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再看看小猫们的体型差距 这可真是称饱胆大的 饿坏胆小了 小黑猫似乎不服气 这才撞着胆子又爬了出来 但他在边上犹豫了半天 硬是没吃上一口 小哥健壮只好暂时放弃靠近 眼下还是先让他填饱肚子吧 而猫妈妈担心孩子吃不饱还转过了身去 彻底打消了一起吃饭的念头 任由小哥呼唤 他也无动于衷 真是懂事得令人心疼 这边胆子最大的小梨花最先吃饱 随后他乖巧地回到了洞里 其他两只体型大的胃口也比较大 就是小黑猫还在犹犹豫豫 不说他还好 一说他还又钻进了洞里 这么胆小以后还怎么抓老鼠啊 小哥都开始为猫妈妈恨铁不成钢起来 而这只饱饭后的小梨花决定报答一下小哥 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何况是猫粮加肉罐头 看看这可爱的小脸蛋 小哥就差把人家毛都撸秃了才将它放回去 此时我多想说一句 放开那个小可爱让我来 很快个子最大的小猫也吃饱回了家 但他好像吃得太多卡在了家门口 眼看地上的小可爱急得抖脚脚 小哥只好用手指将它推了进去 这才让外面的小猫也安心回了家 最后希望小家伙们能健健康康长大 同时也希望大家不要随意抛弃自己的宠物 因为不是每只流浪猫都能得到救助 请善待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关爱流浪动物从你我做起